魏无羡这一觉睡得沉,日上三干才悠悠醒来。 人虽然从床上坐了起来,可脑袋仍然一点一点的,眼睛半睁着,完全不像睡醒的样子。 蓝忘机推开门,端了午膳进来。 这个点,刚好赶上午饭。 听到推门的动静,魏无羡迷迷糊糊地抬起头,揉了揉眼,韩光君,什么时辰了呀? 屏风外面,蓝忘机边放手中托盘边道,似时了。 魏无羡使劲搓把脸,总算清醒了,打着哈欠起身。 瞥见床头叠放整齐的红衣,挥手收尽乾坤袖,另取出一套黑衣穿好,用红发带束好发,绕过屏风走了出去。 蓝忘机打了水放在洗漱架上,魏无羡嘻嘻笑着淋水照影,飞快收拾妥当。 转头看见蓝忘机摆碗筷,喜滋滋地凑了过去,坐在蓝忘机对面,接过他递来的筷子。 只是当他目光落在桌上,看见上面那几叠清清白白的盘中餐时,顿时傻眼。 姑苏蓝氏的膳食都这么清汤寡水吗? 魏无羡举着筷子狐疑不绝,碍于主人在场,只得硬着头皮加了一筷子,和他想象中一样寡淡,倒不是说难吃,就是过于清淡寡味。 他素来众口,实在对这清淡的味道喜欢不起来。 又试着喝了一口汤,看上去就不怎么样喝下去更要命,魏无羡只觉得满口苦味,还是中药特有的浓郁的苦,这分明是中药汤。 魏无羡欲吐不吐,一脸为难。 咽下去吧,又着实要命,吐出来又太不给主人面子了,好歹也是韩光君的一番心意。 算了,喝吧。 蓝忘机本来想让他不必勉强,却见他眼一闭,端起汤碗咕噜咕噜,几口就干了。 随后,见他只低头扒饭,心中有些许猜测,还带验证。 用过饭后,魏无羡和蓝忘机一同出门,一个有事要忙,一个纯粹溜达。 墨璇宇极有客人的自觉,几乎待在自己的客房,不怎么出去,思追和景仪为禁地主之意,也在屋子里陪了他半天。 都是年纪相仿的少年,性格也挺合得来,虽然刚认识不久,但少年之间的友谊来得快,很快就热络起来,彼此还能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。 三个人凑在一块份笔集书,各做各的功课,不时闲聊几句。 言谈间提及大范山上墨璇宇杀五天女那一幕,景仪夸张地表示叹服,思追也夸赞不已。 终究是少年心性,墨璇宇忍不住嘚瑟,更加夸张地把他的授业恩师魏无羡夸的天上有地下无,顺便把魏无羡是如何发现五天女视野神的过程也吹嘘了一番,听得两人对魏无羡更加崇拜。 不愧是仪陵老祖,对付凶煞邪碎果然有一套。 景仪思维跳脱,问了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,你怎么一会儿叫位前辈先生,一会儿又叫前辈? 不都是一个人,还分两种称呼。 墨璇宇挺比,故作高深地逆了他一眼,神秘兮兮兮地道,先生是先生,前辈是前辈,不一样的。 景仪还带在问,思追悄悄扯他袖子,示意他闭嘴。 魏无羡找过来十屋子里只剩墨璇宇一个,思追和景仪已经回去了。 见他在忙课业,魏无羡也不打扰,只是附着手在他身边踱步,不时指点一二。 待墨璇宇完成今日份的课业,魏无羡检查后满意地点头,墨璇宇才松口气一般,摊在椅子上。 前辈,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啊? 墨璇宇忍不住发问。 本来按原本的行程,他们此时应该在谭州才对,谁知道半路杀出个拦望鸡,结果来了云深不知处。 魏无羡在他头上敲了一击,好笑道,这么急着走。 还以为你会喜欢新交的两个伙伴舍不得呢? 墨璇宇揉着被敲的地方,暗自撇嘴,是您自己舍不得新交的韩光君吧? 他表现得有这么明显吗? 魏无羡脸一黑,美好气道,收拾一下,准备出发吧。 当真,墨璇宇双眼亮晶晶的,见他肯定地点头,更加开心。 太好了,前辈你都不知道。 云深不知处,光是家规,就足有四千条,这也不许,那也不行,什么不可急行,不可大声喧哗,就连不可放过三碗这样奇葩的规矩都有。 最最重要的就是,这里的饭菜真的太难吃了,简直难以下咽,墨璇宇就跟倒豆子似的。 劈里啪啦说了一大堆,恨不得马上立刻就离开这个地方。 天知道他这些年跟着魏无羡走南闯北四处游荡,性子早就也惯了,来这里前后不到两天,简直度日如年,他门都不敢出,就是怕一个没注意犯了哪条劲,给自家先生找麻烦。 魏无羡幸幸地摸着鼻子,实不相瞒,他也这么认为。 刚才逛了一圈,所到之处,处处是家规,门框,柱子,石阶,墙壁,几乎能刻字的地方都能看见上面刻了姑苏兰氏家规。 魏无羡一想到在这里要被那么多规矩约束,就觉得后背发凉。 那么多禁忌,也不知道姑苏兰氏的人是怎么挺过来的。 不过,也只有这样的地方,才能培养出韩光君这样中灵玉秀的君子。 虽然他是很喜欢蓝望鸡,想和他交朋友,但他们家的四千家规和难吃的饭菜足以让他望而却步。 为了避免肠胃再受荼毒,魏无羡觉得还是趁早离开为妙。 至于蓝望鸡,能顺便拐走,再好不过。 魏无羡说要走,便一刻不留,风风火火回了静视。 正好蓝望鸡回来,他立马提出此行。 听到他要离开,蓝望鸡有瞬间慌乱,不舍和恐惧占据了他的思维。 死死抓着魏无羡的手不放,力道之大,恨不得将他欠进骨穴,再无分离。 魏无羡吃痛地叫了一声,拉回蓝望鸡的神智,他使劲正脱开,抬起手腕一看。 洁白的皓腕上明显一圈淤红,魏无羡边揉着手腕边嘟囔着,天下无不散之言习。 我又不是你家的人,总不能一辈子赖着不走吧。 你想赖多久都可以。 蓝望鸡的声音音着紧张,听上去有些阴雅。 魏无羡挑眉,弯起嘴角,韩光君,养我可是要花钱的,你舍得吗? 你叔父和兄长不打你才怪。 不过你要是真舍不得我,那你可以和我一起下山私奔啊。 魏无羡觉得这个主意不错,也顾不上手疼不疼了,满眼期待地看着他,生怕他不同意。 蓝望鸡一时分不出他哪句真哪句假,这人自来喜欢开玩笑,嘴上又没个把门的,想到什么说什么,过后就忘。 可他偏偏想把他说的这些话都当真,为你,自是舍得一切。 陪你,去哪里都可以。 只是魏英,我该以什么名义,常伴你左右。 蓝望鸡心中苦涩,面上依旧不显山露水,轻声问道,你愿意我陪你一起? 我为什么不愿意? 有韩光君作伴,我简直乐意之志。 匆匆归来的韩光君待了一天,又匆匆离去,云身不知处,却习以为常。 这十几年他皆是如此,除了有必要之事回来一趟之外,其余时间都是在外面四处夜裂,久不归家。 只是这一次,明显不一样了。 潭州,市花园。 墨璇宇和蓝望鸡在市花园门口乡后,魏无羡独自进了市花园。 再次踏足昔日门庭若市的潭州奇景,眼前破败荒凉的市花园让魏无羡不断唏嘘。 满地的枯枝败叶,残桌断椅,各处眼角亭台,爬满了蜘蛛网,厚厚的灰尘掩盖住曾经的繁华。 少年总是轻狂,听闻市花之灵以施责人而现,他千里迢迢从云梦赶来,另辟蹊径只为一睹美人芳容。 虽然过程狼狈,但结果甚优,只是也彻底得罪了这位风雅之灵。 没想到一别惊眠,故地重游,竟是雾飞人也飞。 魏无羡站在园中,缓缓放出自身灵压,无形的压力如气浪般涌向四周,将整个花园笼罩其中。 明明没有一丝风,花园里的枯叶却纷红扬,犹如一支支腐朽的蝶,围绕着魏无羡飞舞的凄凉。 魏无羡神色自若地伸出手,指尖漠然窜起一朵白色的火焰,萦绕在他面前的枯叶瞬间化为灰烬。 忽然一阵花香袭来,天空下起了五颜六色的花瓣雨,一名白衣女子自语中现行。 女子以白纱遮面,周身萦绕着朦胧光影,如虚如幻,看不真切。 魏无羡收了灵压,向她行了一礼,道,不得已饶是花仙子清静,还望仙子勿怪。 是花女素来轻傲,即使不悦也只是针手微台,文雅地青醋额眉。 魏无羡,我不是说过你不准再踏进是花园半步吗? 一语点破她的名字,分明还记着她当年的冒犯,魏无羡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 是花仙子息怒,此次前来,却有要事相求。 是花之灵是微,求我无用。 我要融魂草。 魏无羡开门见山,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。